187 明報 設計改善銀髮族生活老傑 H.好傑太 2015年7月27日健康 D.08 台灣創作將艾亭人生下半場好設計是什麽 是之名是裝品牌的聯成系列 如穿如書式的意大利皮鞋 還是大眾化家品店的儲物小工具 廣而來說,好的設計就是不論年齡、背景、種族、性別 任何用家都適用 設計不一定要掛上時尚有型的標籤 也可與老年在一起 台灣大學與香港之專設計學院分別成立智齡聯盟與老徵 計會 早來九十後學生與長者走在一起 嘗試透過設計改善銀髮族生活 亂手發掘老年生活的可能 文 張崖亭圖 智齡聯盟 香港之專設計學院 港台提供貼心與腹腳踏好 所以穿鞋我從無想過 翻閱報將會這麽困難 吃化身會如此艱鉅 走路更是難上加難 讓人感到歷不從心 此時參加智齡聯盟 此仍人才工作坊的台灣大學生的心性 他們為了豐富設計創意 特意穿上老年衣 戴上眼罩 耳罩 扶寵的手套和膝套 在腰間系上寵物 無以老人腰酸背痛 膝關節不靈活 視覺天覺減藥等等身體特徵 再嘗試做翻閱報將 打開抽屜找藥物 飲水服藥等等簡單不過的日常任務 卻顯得力不從心 這使他們才真正體驗到長者生活的難處 學生系寵物大眼罩 親身思老學生更切身處地從長者角度出發 創作真正適合他們的產品 穿鞋要便是工作坊的成果 考慮到長者失關節退化 雙腳無力 不能站伏光時 又難以彎腰穿鞋 加上傳統版等矮小 又無扶手 學生於是構思出一款適合長者 孕婦或肥叛人士的椅子 椅子高度合適 讓長者容易坐下 椅座及扶手都有護度設計 讓用家站起來時容易借力支撐身體 椅子旁邊則設有鞋板 伸手便可輕易保鞋子取出 還有可調較高度的搭板 方便長者穿鞋 台灣老齡化速度很快 單靠聘請外勞來服務台灣老人絕非可持續的方向 故我們光而培訓跨領域的年輕人才 期望他們以新思為面對老齡化挑戰 致令聯盟計劃執行長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長者有線空間 訓練記憶及提升肌肉能力的卓箱 或電子遊戲等重點皆在設計 工作方由兩名不同背景的教授主持 與護理系配土木工程系 職能治療系配工業設計系等 參加的同學業來自不同的大學與學系 安老闆軟緩 長者試用評審設計不一定是平面廣告 時裝設計不一定是指藝術 在我們的課程因 設計者是溝通 翻譯的角色 把長者面對的問題翻譯出來 然後想出創意解決方案 康氏宗旨 學生須親身到安老中心和老人聊天 發掘改變長者生活的細節 後期學生更會把想法發展成圓形Prototype 屆時長者會擔當評審 試用產品並給予第一手意見 康教授回想 比較成熟的作品除了穿鞋耳 橫有懸掛式拐杖Ticker 手指跳舞機及滾動奇跡滾球遊戲 其中Ticker配合天花版鬼道和手機應用程式 希望改善長者跌到問題 後兩者則旨在訓練長者肌肉 即使課程早已完結 構思Ticker的工業設計及會理系同學仍在努力 未來或進行實地考察及研究 並研究生產鏈 希望向真正的銀發市場出發 同學絕大部分的作品也不符合長者需要 可視我們並不止在把作品市場化商業化 為回應社會老年化 最重要是把銀發設計總指值根在年輕同學心因是 導遊伴可以 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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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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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